大家好我是阿天 今天是N2110月8號下午4點快4點15分 那大概在4點半左右就已經更新好了 那應該是更新時間不到兩個小時還是會有1200轉 那這一次呢看的東西比較少一點 大概就是關注系統然後米莎卡 每次都想要把他念米卡莎 米莎卡然後跟這個新的神器吧 好那我們來登錄來看一下這個新的角色米莎卡 那米莎卡的話我們就直接從圖鑑上面來看吧 好看之前喔我們先把心願清單設上去 反正就是一進來之後呢把一些該座的做一做 這個圖像他應該是女生吧 不過這樣子看起來要好像是個小男生喔這樣子 那要把誰放下去勒 大烏龜大烏龜好了大烏龜比較不急 其他的話繼續上星都比較用得到 好那就這樣子先把米莎卡放進去 然後米莎卡 對米莎卡 好然後我們來看一下有沒有新的對話 草木金石易於修理 信任與人心卻總難復原 這便是神明給予我們的啟迪 這是在講新的角色嗎 草木金石易於修理 信任與人心 這講的是角色嗎還是神族啊 好沒關係我們就來看一下新的角色米莎卡喔 迪迦OK 好然後我們來聽聽看他的那個語音喔 哎呀好像還沒有下載好 不過這個轉換一下語音的時候他會重新下載喔 稍等一下喔我們把配音轉換一下 我們隨便切換個日文好了這樣子 強制他去下載那個音頻 稍等一下喔 好沒關係齁 反正切換的時候我們先看他的技能 好在這邊 好大招齁 米莎卡變成熊 熊威震落 然後跳入敵方英雄最密集的區域 很像是烏龜喔 然後落地的時候會造成傷害跟擊飛效果 哎呦那跟瑞斯培一起合作呢 然後同時暈眩敵人5秒 5秒其實蠻長的耶 那我們的大烏龜是幾秒啊 作為也算是元老級的大烏龜 他是2秒鐘齁 然後LV2是2.5秒 整整多5秒齁 新角色就是不一樣 不過這是大招啦 所以說暈比較久也是很合理 好然後他落地之後呢 他會怒吼然後再降低防禦力 所以說有暈眩有debuff 持續8秒鐘 變身過程可以無視 並免疫自身受到的控制效果 並不是無敵 只是說他可以解除控制這樣子 然後降低防禦力到40% 40%也是蠻多的耶 那我們的趴趴熊我印象中是 好像是增傷吧 看一下喔 是受到傷害增加80% 那降低防禦力的話 我們來看德雷斯喔 德雷斯是降低70% 但是趴趴熊跟德雷斯之前做過測試了 增傷的話感效果就是感覺上比較強烈一點 所以說他才降低40%防禦力 應該是不用測 他應該是這個大招應該是無法取代趴趴熊啦 不過沒關係到時候還是可以測試看 好然後與狼同行 這是一個被動技能 米沙卡擁有兩隻狼同伴然後並肩作戰 嗯?語音好了嗎? 嗯?還沒好 好然後這個狼會繼承米沙卡 用1.5倍的攻擊力跟50%的其他屬性 狼同伴攻擊敵人會留下絲咬印記 這又是新的一個印記 然後持續10秒鐘 米沙卡每次對絲咬印記的敵人造成傷害 都會額外對5% 喔當前生命值喔 不過又會綁米沙卡的這個攻擊力的百分比喔 然後繼承能力到80%200% 喔那這個狼的威力算是蠻強的嘛 然後對...可是這個狼會死掉嗎? 這個不是很確定喔 對絲咬印記這個是刻印30級 造成額外傷害到10% 然後我那看來30 刻印30是一定要的喔 因為這個傷害率直接乘於2倍嘛 雖然說當前生命值可能達不到10% 但是至少原先是3倍攻擊力變成6倍 所以說看來這個刻印30是蠻有感的 然後野性聯繫喔 狼同伴快速移動到目標敵人處 所以這樣看起來好像狼是無敵的 因為如果說狼死掉的話 那這招不是不能用的 難道狼死掉之後 然後這個米莎卡只剩下普攻跟大招了 好然後咬住敵人 喔又有一個撕咬印記 然後米莎卡近身格鬥 連續攻擊3次 喔這個又可以暈眩喔 然後暈眩敵人2秒鐘 擊倒並暈眩 那這個Joker的招式也會擊倒 那當一個狼同伴 欸狼會死掉 抱歉 當兩隻狼都死掉的時候 技能無法使用 欸真的欸 技能就不能使用欸 當目標有護盾的時候 傷害會提高到5倍 好然後將這個松子揮灑在自己狼同伴身上 造成米莎卡攻擊力的治療回復 然後還能夠抵消米莎卡3倍攻擊力的傷害 護盾持續6秒鐘 那所以說他灑在自己跟狼同伴 狼也有護盾 他自己也有護盾 所有友方也可以獲得治療跟護盾 唉唷 喔那這個是克因60 那這個60也是蠻有感的欸 原先是只有給自己跟狼 然後變成給全體的 但是攻擊力的護盾 我想也不用太期待啦 這樣子 好然後這個是專屬 因為如果是用生命直算的護盾 會比較有效 如果只算攻擊力的話 我覺得應該這個護盾量 在後期也是一摸就死喔 像那個格拉尼特啊 身上有那麼多護盾 實際上撤起來也是一樣 摸到就死 摸到就死這樣子 好然後 米莎卡必殺結束的時候 會獲得30%減傷 持續6秒鐘 30%減傷 欸不錯喔 那減傷時間 如果持續釋放必殺技會重置 重置不是疊加 然後有方的英雄 攻擊有施咬印記的話 傷害會提升 唉唷不錯喔 增傷30%喔 然後再加上說他的大招還會減低防禦力的話 欸那這樣子 打Boss的話 可以期待一下齁 然後又有兩隻狼在攻擊齁 所以說這個 也是會增加他自己本身的傷害嘛 好然後 必殺技每級非一名敵人 額外獲得10%減傷 唉唷怎麼跟那個瑞斯可一樣齁 這個封焰都會有疊加焰子啊 這個是疊加減傷喔 必殺技額外獲得10%減傷 這個10%是 喔喔 必殺技結束後的8秒鐘 持續8秒鐘啦 所以說這個必殺技如果說 最多即非5名雄 然後這個 當然一個人10%不會加到50% 最多是40%嘛 那這樣就是30加40% 就有70%減傷 所以他開完大招之後呢 應該會處於8秒鐘滿坦的狀態喔 畢竟是坦克嘛 好 然後我們來再看一下家具喔 好 抱歉剛剛接個電話齁 所以剛剛講到哪邊 應該是這個吧 狼當死兩隻之後呢 他就會疊加兩次攻擊跟速度 但是死兩隻狼之後呢 就不能使用野性連吸了 然後這個被動技能大概也沒什麼效果 因為當狼死掉兩隻之後呢 他就不能夠再給敵方疊加這個施咬印記了 那他就只剩下這個大招 跟幫大家補血嘛 加護盾齁 好 那狼的話感覺上一摸就爆掉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試煉之地喔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這個基本的動作 好 我們速度放慢一點 這樣子 呃 太快了太快了太快了 重來一次喔重來一次喔 開場的時候狼 兩隻狼就在身邊了 胖胖的齁 好可愛 唉唷 撕咬印記 這個是徒松子 唉唷這範圍蠻大的欸 變狼好可愛喔 好 哇 唉唷這個範圍其實蠻大的欸 齁 欸這個感覺上蠻好玩的喔 哇 這讓我想到誰啊 這讓我想到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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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吞食天地二的那個關羽有沒有 他是用跳起來之後他是用那個那個 用啪的姿勢胸部這樣撞到地板喔 相當痛啊 呃 所以這個動作讓我想到那個吞食天地二的關羽喔 好 好 OK 那這樣子這個就是他的一般動作 那我們來實際上用用看喔 喔 王靈打王靈嗎 好 我們上個魯米蘇 他是坦克 所以說他放在前面很合力吧 然後我們來上一些 嗯 好吧 你跟耀光帝國的合作好了 這樣子 來來來來 我們讓女僕跟著你好了 女僕應該是跟著你吧 好 切切切切切切 哎呦喂啊 被狼人吼了啦 被秒掉了 哇天啊 竟然被秒掉了 這個這個有點尷尬 嗯 好我們換個位置喔 然後 可能是剛剛 剛剛被吼了一下 來不及開護盾吧 然後 嗯 酒桶 我還是上魯米蘇好了 好 來來來來來 你扛得住獅子嗎 啊 你是綠玉的齁 哇 光盾給你護盾 來 喔 跳躍大熊熊 屌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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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死光光齁 因為剛剛那個暈眩啊 伊莎貝拉在那個開大招的時候 也是屬於免控喔 哇 怎麼 怎麼打不贏 那內 拉一下薩菲亞好了 不然薩菲亞好痛喔 好啦 三個耀光啦 對不對 嗯 好我們拉一下薩菲亞 不然後排 有那個 有那個屏障光環 太危險了 好 嗯 塗了一下松子 三個人都有小小的護盾 哎呀死亡一直 啊我死了一隻狼了 啪呀 然後又死掉 糟糕了 我覺得有點危險耶 在這個 在這個什麼 呃這個 試煉之地啊 他怎麼 他怎麼一直死啊 哇哇 又死掉了 那怎麼辦 那前排要用誰 還是光盾 我還是拉你 女 我還是要叫女僕 好 酒桶 欸這好像跟剛剛差不多耶 等一下喔 酒桶 奈拉 這樣子 嘿 嘿嘿嘿嘿嘿嘿 哎喲 傷害一定是蠻快的 馬上試著就鎖血了 嗯 等一下這個陣我剛是用過啦 好沒關係我們試試看喔 哎喲開大招了開大招了 哎喲喲 狼會害怕喔 哎喲喲 哎喲喲 好痛喔 他好像自身沒有什麼免傷功能喔 在他還沒開大的時候其實 其實蠻危險的耶 因為這試煉之地其實敵人不是很強 可是剛剛這個獅子轉轉轉之後呢 他就扛不住了耶 當然這個是滿血客獅子啦 不過 不過畢竟他身為一個坦克 感覺上有一點點弱耶 打了這幾次大招都開不出來喔 是怎樣 但是 但是開場的攻擊力是滿有感的啦 獅子馬上就打到鎖血了 好 終於開大後 跳起來 我撞了三個人 我現在應該是有八秒鐘的 減傷時間吧 再撞 喔喔喔喔 再來再撞再撞 女僕 啊 他只是免控 並不是那個免死喔 喔 咻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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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果王要反傷囉 蛤 不會吧 打果王反傷喔 啊 沒希望啦 欸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要怎麼樣才能贏這一關啊 呃 光盾 難道是上光法嗎 好啦 瑟恩啦 來來來表現一下齁 好 哇 欸欸欸 馬上就秒了狼人咧 所以說這個坦克的 這個坦克的這個什麼講 爆發性還蠻強的 可是 可是對於說後面的推圖行不行呢 哎呀 還是死掉了 我剛剛才說爆發性蠻強的 馬上就把狼人給秒掉 結果後來就沒了 瑟恩還是不行啦 那怎麼辦 我不要光盾了 呃 光法 光法我覺得應該不行咧 魯米蘇 我拉 我拉 我拉伊莎貝拉好了 伊莎貝拉死亡一直不要來亂 好 開場立刻把這個狼人給秒掉 然後咧 喔 我方狂損血 血損好快喔 米莎卡跳躍 啊跳完就死了 掰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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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不了關怎麼辦 等一下 迪賽拉應該是可以救一下吧 迪賽拉還蠻強的啊 可惡的大老鷹 拉尼 開場 很快喔 這個屍咬印記 等於說是三個人在打 米莎卡打 兩隻狼在打 所以獅子很快就 咧 還沒鎖血 來來來 哇 哇 炸到三個人 這樣子 減傷應該是多了30%吧 我現在應該有60%減傷了 感覺上 這一次有希望 有希望喔 哎呀 迪賽拉開大了 哎呦呦 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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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死亡一直 這個這個開大招了 哇 糟糕 擋不住他開大 米莎卡跳躍 哇 蹦 好 現在我減傷應該是50% 喔 現在減傷是60% 齁 因為基本上起跳就是30%嘛 好 然後我們把速度加快一點 哎呦喂啊 砰 好 終於獲勝了齁這樣子 但是也可以知道 這個真的是試了很多個隊伍才獲勝 我覺得 我覺得實際上運用齁 你可能等不到他開大 他可能是各種被秒 因為在他還沒有開大之前呢 其實沒有什麼減傷效果 因為他開大之後呢 降低對方的防禦力嘛 然後他的專武是 必殺技結束的時候會獲得減傷 但是必殺技還沒開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任何減傷的技能喔 唯一有的就是這個護盾 但是我剛剛說啊 這是用攻擊力計算的護盾 其實我覺得到後面打起來 應該是微不足道 所以我覺得開場 他被秒掉的這個機會是蠻大的 但是如果說 呃 期望他成為一個 一個打Boss的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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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手的話 呃 可能可以試試看齁 好 所以說這是米莎卡的部分 欸 什麼地方 有誰關注我的是不是 喔 這是新的功能 我們看一下齁 劍文 嗯 我的 欸不對不對 我剛好看到有人關注我欸 好 這是按讚 給你一個讚 呃 關注的話是這個樣子齁 你可以從好友這個這個名單 或者是工會名單 應該也是可以吧 來看一下齁 這是 賴群 小姐姐跟我講的 我們來隨便找一位 呃 隨便找一位大大 呃 譬如說這個小角色 欸 下面 這邊有個關注 來來來來 我們給他加一個關注 他在36-36 呃 這個 啊 什麼東西啊 確定不再關注小角色 註冊成功 可以在劍文 應該是指說 可以在劍文中看到自己關注的玩家 所以說之後呢 這位小角色玩家 他有發生什麼事啊 我在這邊可以看到 另外在推圖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優先看到他的紀錄 應該是這樣子 那不然我們試試看吧 現在是37-8 對不對 等一下喔 稍等一下齁 我們先看一下齁 37-8 目前是公會成員只有兩位 漫把跟這個沒有名字的 其他就沒有了嘛 公會成員還有兩個好友 奇蹟世代跟 XELON9E 所以我們大概記這四位 那我來加一位公會比較等級高的大大 看這個加了之後呢 有沒有辦法看到他的這個過關紀錄 不好意思齁 這個就直接順便解一下任務 誰的這個進度比較前面呢 38-20 好可以喔 好我關注他 關注他的 KENZU KENZU KENZU大大 來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看到他的這個紀錄嗎 KEN KEN 好像 好像也沒有耶 他已經推到38張了 那我們關掉重來呢 不好意思齁 那個是網格交易 好我們來看看齁 我關注了 我記得說是可以看到他的這個過關紀錄啊 是這樣子看嗎 我們重新 重新打開遊戲看看會不會重新讀取啊 37-8 也是沒有齁 也是沒有齁 還是說他的戰力太高了 還是被系統給排除在外了 那小天才 37-8 37-8 是不是跟我卡的這個地方一樣 那這樣不行 來看一下有誰超過37-8的 37-5 37-48 好這個 新海光來 關注一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看不看得到勒 過關陣容 好像 好像還是沒有齁 還是我還是我誤解的什麼東西 看一下1.74版喔 呃 新增關注 可以在劍文以及過關陣容中看到關注玩家的相關信息 所以過關陣容是這個東西嗎 對啊 這四個字啊 過關陣容啊 相關信息 沒有齁 還是這個 對啊 這個介面也沒有寫說什麼 你關注的玩家過關的紀錄 往下拉 往上拉 好像也沒有齁 好 好沒關係齁 那就先跳過吧 那除了神器還有什麼漏掉的嗎 米沙卡這個明天就可以試用了 呃 主線這個也沒有 然後亡靈的刻印 呃 特權 這樣子實在是看不出來 我覺得是 我要買了之後呢 然後我可以再 我可以再選一個 選一個東西喔 這是我猜的啦 比如說 目前我選的是紅專武 然後我就沒有選波爾幣 還是經合金稅 那我解鎖了這個高級犒賞力之後 是花700塊 但是我再多花 可能不用700塊 可能是300塊 那我就可以再領另外一個獎勵 我猜是這個樣子 好然後還有什麼東西呢 呃 喔 亡靈的永生刻印喔 好 亡靈的永生刻印 欸 永生刻印這個比較長齁 所以我們先看神器好了 好 主神試煉 呃 主神試煉 黑 黑哨森林嗎 黑哨森林 欸 我記得我那時候有查過 現在忘記了 好 先來看一下這個這個神器喔 這個 喔 藥木雙劍 呃 加暴擊跟暴傷 加暴擊跟暴傷 然後戰鬥開始後的 35秒內 欸 35秒內其實蠻長的 每處於敵方半場 對敵人造成 只 必須你要在敵方半場 呃 那通常會在敵方半場的遊俠 是 盧克雷蒂亞 呃 埃奇歐 波斯王子 其實很多都是喔 但是埃隆就絕對不適合用這個 因為埃隆不大會在敵方半場 在敵方半場的埃隆大概差不多就掛了喔 然後 只要處於敵方半場對敵人造成疑似傷害 自身攻擊力會上升3% 受到傷害下降3% 唉呦 唉呦 感覺是專門給盧克雷蒂亞用欸 欸也不對阿 如果說你是用埃隆老人隊吸過來的話 你就不會在敵方半場了 那會在敵方半場跑來跑去的遊俠 拉庫 鼠炮這類的不會 狼人嗎 難道狼人可以靠這個翻身 還有哪些遊俠會衝過去 Joker好像也不大會跑到這個對面去喔 我們來直接看一下哪些遊俠 我們這樣子看可能會快一點 盧克雷蒂亞可能會啦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都還是用埃隆老一隊吸過來喔 光弓然後這些都是站在後面射 賽西利亞啦 然後甘瑟爾 阿塔利亞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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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羅文說不定也很適合 然後德雷斯 德雷斯肯定是切過去的嘛 瑞斯培那些就不適合了 貓女可能也適合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OK 不過他至少也有爆傷征服 所以說打打Boss啊 這些還是可以試試看喔 好然後我們再看這個 神器的說明 切切切切切切切 36分喔 再繼續看喔 OK 三星之後呢 攻擊力只要打一次就會上升5% 最多跌到50成是50%傷害很多耶 下降傷害是50%耶 戰鬥效果持續到戰鬥的36秒 戰鬥效果持續至戰鬥開始後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也就是他最多只有36秒 因為戰鬥開始後的35秒內 35秒內 所以你要在35秒內打滿10次 你就可以疊加到30% 減傷 應該說50%減傷 跟50%攻擊力 然後持續到戰鬥開始後的36秒 戰鬥開始後的36秒 就是上面的那個倒數時間 剩下 剩下 54秒對不對 因為是1分半開始倒數 倒數1分半減36秒 就是54秒 所以到了54秒之後 這個效果就會完全消失 所以 你要如何發揮這個最大的效用 就是你要 如何讓這個遊俠在最短時間內 一開始就衝到敵陣去 這個瞎雞巴亂砍 砍個10下 然後就增傷50%跟減傷50%這樣子 所以 對 應該是這個樣子 戰鬥開始後的第36秒 所以 第36秒就是 上面的時間顯示 54秒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36分怎麼拿吧 第一個 沒有克制對手 當陣營沒有克制對手 那我們就多上幾個陣營 應該就會 再怎麼樣都會克制到 所以這個一定選 12分 這麼好賺 當敵方上陣的英雄死亡的時候 會恢復生命值 還是得選5分 當敵方英雄陣亡的時候 敵方存活的英雄傷害提高 沒關係 當敵方英雄造成爆炸 那我們就遠遠的射就好了 這個 迷霧無法恢復 這個不要選 這好麻煩喔 我方不能恢復能量 這個超麻煩 戰鬥結束失去能量 不要不要 這也好麻煩 然後我方陣營人數 什麼啊 護盾 然後我方減少傷害 減少傷害不要選 受到傷害增加沒關係 敵方英雄增加韌性跟洞察 這個也還好 敵方所有 好多文字喔 上陣人數最多的是 每上一個 敵方獲得200點能量 200點能量好像有點危險 下面好多可以選喔 這個好了 15%攻擊力跟生命力 死神收割不要 惡魔英雄半神這個也不要 敵方英雄生命力像什麼 防禦力下降 前排受到傷害上升 好這樣子選 這個樣子 這樣子隨便給他抽個36分 OK GO 然後 我們是怎麼用的啊 就是用安之隊嘛對不對 為什麼我這邊是埃隆老雲隊啊 試試看 還是我們先用這個盧克雷蒂亞隊先清個幾關 反正 反正大概就頂多是十關八關嘛 然後後面再 再上安之隊 好 好 沒關係 那我們就開始上正統的 正統的打 打森林的隊伍 我切換到日文了啦 對日文的語音 然後上個羅萬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吧 這樣子應該是可以吧 好 攤子轟下去啦 唉呦 燙起來很痛 把你炸到開不了大招 感覺對方還是蠻強的耶 好 嗯 我是不是要上一個鳳凰啊 是不是要上一隻鳳凰補個血 呃 上鳳凰呢 還是上希拉斯啊 希拉斯有增傷效果 哇 這一關有提比略喔 哇 轟下去啦 哎呀 全部都炸在護盾上面喔 喔 唉呦 唉呦 哇 哇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為什麼我的傷害低那麼多喔 我選了什麼 我方所有受到傷害增加 前排受到傷害增加 我都是選受到傷害增加 敵方英雄存活 當陣營沒有克制 等一下 沒有克制隊伍啦 沒有克制隊伍 對對對對對 我自己忘記了這一個 好 所以說我上一個綠翼的 小羊 這樣就有克制到亡靈了吧 對不對 好 我減傷了90% 難怪打不痛啦 我想說奇怪 怎麼安之打下去都不痛 這樣可以了吧 啊 怎麼還是 怎麼還是不是很痛啊 哇 哎呀 沒道理啊 為什麼為什麼不痛 我今天 我應該是盡量避開一些選擇 減傷的東西啊 因為每次推這個 我都會 把一些減傷的這個選擇拿掉 看一下喔 每上一名 英雄 種族最多的 第一 我方上陣人數最多的種族 啊 啊 虛空萊克是不是 我上三個虛空萊克 他就增加了45%的 攻擊跟防禦力 可是這也沒關係啊 欸 等一下等一下 敵方所有英雄 我方 生命上限的護盾 啊 所以我上了 因為我是虛空萊克的英雄最多 所以 所以說我上了 三四個 虛空萊克的英雄 他開場 他就會有一個 80%生命上限的護盾 是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不要選這個了 好 結束冒險 是不是這個原因啊 好 我們選一下喔 疊加爆炸 迷霧不要 失去能量我也不要 護盾不要 這樣子 好 動性認差沒關係 然後 生命值 受到傷害增加沒關係 敵方恢復能量 敵方每三秒 不要給你增加防禦力 敵方 免控沒關係 你只要 你只要會 你只要不怕被炸就好 敵方高於免控 低於好了 這樣子 這樣36% 好不好 好 就這個樣子 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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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的護盾真的是太誇張 真的是太誇張了 然後這一關的話呢 都是 哎呦 五個綠玉有 所以我一定要上一個 上一個這個滿血囉 是這個樣子 好 沒有克制隊伍的攻擊力會下降 90% 哎呀 好像還不是很痛 奇怪了 我的安之傷害力這麼低喔 我這樣子四隻 他們是生命力加很多嗎 怎麼感覺怪怪的 還是我什麼文字沒有看到 當陣營沒有克制對手的時候 有啊 所以第一個 第一個不會生效啊 當上陣英雄的時候 敵方死掉之後他會補血 補血沒關係啊 敵方存活的傷害增加 傷害增加也沒關係 敵方陣亡的時候爆炸 這是受傷 我方所有英雄 啊 啊 減少20%造成的傷害了 哎糟糕 我開場我就減少了80%傷害了 哎呀 又錯了 又錯了 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 減傷的不要選就對了 重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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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新 護盾不要 好 增傷可以 增加洞察也可以 然後 等一下 等一下 增傷 啊 減少傷害 這個不要 那我們再多選一些別的吧 免扣 免扣給你選 然後 嗯 後排英雄造成傷害下降50%不要 戰鬥結束失去所有能量 這個真的是很麻煩喔 兩點 好啦好啦好啦 開場就讓你們開大招了 也是蠻危險的 看一下喔 前25次 敵方英雄 好煩喔 每3秒增加5 每3秒 這個應該還好 我方英雄每秒流失最大生命值的2% 好啦 好啦 每3秒增加5%攻擊力 跟3%攻擊力 還有這個 嗯 死神收割 第30秒 第30秒 應該有第30秒 累計造成傷害最低的英雄 好啦 生命值上升100%啦 不怕 我們的傷害力夠大 來來來來 這樣子 然後重新選好了 重新選好了 好 喔呀 因為我們幹掉一個人 他就會恢復70%的血 這肯定會超過30秒的 因為我們只要幹掉一個人 然後對方就會恢復70%的血 好 這樣子是過關了 可是不是很好打 這個我覺得他是刻意要克制虛空萊克 因為虛空萊克不會克制任何人 對不對 好 蠻有趣的 為了克制虛空萊克設計這樣子 不然每一關主神試煉你們都要安之無腦打 對不對 好 所以這一關對方有耀光 我就上一個這個希拉斯 啊 希拉斯死掉啦 希拉斯死掉也是很麻煩 因為我後面應該還是會需要用到希拉斯這個補師喔 哎呀 轟下去啊 哇糟糕 不是很痛喔 喂 希拉斯希拉斯開個大招 安之大招是什麼 被控住了是不是 天啊 哎呀哎 亞伯德怎麼掛掉了 等一下等一下 亞伯德不能掛掉 再換位置 喔 不好打捏 不好打捏 海姆達爾是要光的 然後佩吉公主也是要光的 喔奇怪呢 我已經 我應該是沒有在選擇什麼 什麼降低傷害力了吧 還是他加100%的生命力 生命真的是太高了 喔給古王注射一下喔 古王在吹下去 吹下去啦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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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終於剩一隻佩吉公主了 哇 好我們來看一下 這傷害到底是打到多少 有B嗎 其實還好 27.61M 是 是不是這一個啊 是不是這個6分的啊 敵方存活的英雄恢復體力 所以說我們每殺一個人 然後對面的那個血就整個回起來了 好 然後 欸 我還是可以上希拉斯喔 因為那個 呃 對面有一個這個雷恩嘛 那這個 呃 這個 亡靈是克耀光的 所以我只要對 我只要有克制的話 我就不會受到這個傷害 傷害降低90%的這個 烘下去 喔 感覺梅林還是蠻重要的 不然迪賽拉也可以啦 只是我沒有迪賽拉 天啊 對面是 怎麼這麼坦啊 以往就是轟一下就結束了 然後他們又免控是不是 哇 我要集氣炸人了 欸不對勒 好像會超時勒 嗯 天啊 等等等等等等 這樣打不是很好 嗯 我看看齁 可是不上梅林我怕卡不住欸 埃琪歐 我們來個埃琪歐幫忙收個頭好不好 不然就不要亞瑟 不然就不要亞瑟 讓梅林上 埃琪歐來收頭 幫忙收頭一下 這個敵人太難纏了 斬殺線之下你可以收吧 啊收了敵人血會回復 但是 沒關係齁 呃 我們的這個安芝幫幫忙 幫忙那個降低血量 你幫忙穩穩的收掉 哎呀哎呀這個這個死掉了 麻煩啊 難打難打 這樣子 還有誰可以收頭 可是那個6分的不選也是很麻煩欸 收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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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亞瑟了 我不要亞瑟了 哎呀希拉斯掛掉了 哇死光光 再換位置 哇想不到那麼難 糟糕了怎麼辦呢 還有什麼角色好打 死掉對方對方不會回血 哇 死去 死去 糟糕 再看一下難度喔 免控 敵方免控 嗯 還有什麼好選啊 還是我選上面的 這樣打不是很順的 還是上面多選一個 產生迷霧 後排邊緣迷霧 迷霧 慢慢擴散 不能恢復能量跟生命 這個也很困擾欸 還是這個 戰鬥結束的時候會失去所有能量 好 這樣就4分了 然後 嗯 那個 我方英雄受到傷害增加 他們增加韌性跟洞察 韌性跟洞察 韌性跟洞察有那麼強嗎 戰鬥開始的20秒後 20秒後好像還好 我只要撐個20秒 敵方半神有受到 還好啊 我撐個20秒就好了 對不對 好就這樣子 好重新選擇 這個難度是這個樣子 上面選5個 然後選一個這個 這個 我方受到傷害增加這樣子 好再改一下再改一下 那就 嗯 這個是綠意的 我要上一個 我要上一個滿血的 好 重新來重新來 重新來 重新來過 再來一次再來一次 夠幾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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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戰鬥結束會 會損血就損血啦 好 那個4分的先選下去 我幫你們每一個人都免控 這麼麻煩 能量消失就消失啦 沒關係啦 沒關係啦 反正安芝他也是要這個 這個 呃 怎麼講呢 就是 開場他要開始加一下自己的buff 好 魯米蘇掛掉了 沒關係沒關係 好 好 第三關 哎呦好像順了一點點齁 然後這個我上希拉絲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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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很快把麥拉幹掉了喔 哎呀希拉絲要活下來啊 躲起來躲起來躲起來 可以可以可以 一隻一隻殺 好 再注射一下 再注射一下 哎呀 為什麼 欸 為什麼 為什麼希拉絲 莫名前後 被秒掉了 好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我真的很怕 現在希拉絲死掉之後 後面會不好打 炸下去 還是他突然之間被 被那個末日金位給秒掉啊 注射一下 哎呦喂 半神是不是 可是半神這個時候已經結束了吧 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他是 戰鬥 欸沒有喔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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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開始的20秒後耶 開始的20秒後耶 所以我搞錯了 不是撐20秒 是20秒之後 半神會變成這個超級怪物 那所以說要先解決 要先解決這個半神喔 不然他到後面之後 他會整個狂暴起來 欸 那這個樣子的話 很麻煩耶 那 就 嗯 我看看喔 我看看 我們上個埃茲好了 看一下 就算他的攻擊力變強了 但是我們有埃茲能量對 對 把他的能量控的死死的 行不行 這樣行嗎 試試看 試試看 哎呦 還不錯喔 還不錯喔 不錯喔 然後這一關 這一關的話 就 沒有半神惡魔 所以我們可以安心一點 好 這樣子 欸 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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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有有有 我的西阿斯克是他的目盾 OKOKOK OKOK 唉呦 唉呦 這個梭利斯有點危險 哇 免疫喔 喔 目盾是不是 ICO是無視目盾的啦 我們刺客教條呢 收收收收收收 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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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漂亮 好 這樣子不錯不錯 好 再殺這個 哎呀 半神來了 莫拉爾 莫拉爾 那就 老樣子 老樣子 我們 上 惡魔 把你必殺技給控住 或是控住你的能量 讓你不能開大 哦 速殺你 速殺你 速殺你可能很困難喔 哎呦 殺掉 漂亮漂亮漂亮 漂亮漂亮 只剩一隻老鷹了 欸 棒棒喔 棒棒喔 好 然後這一隻喔 哎呦 阿塔利亞 阿塔利亞 阿塔利亞怎麼辦 阿塔利亞的話呢 阿塔利亞就 盧克雷利亞 嘿 盧克雷利亞 盧克雷利亞 打真的盧克雷利亞 趕快把半神刷掉 哎呦 這個也不錯喔 啊 希拉斯死掉了 希拉斯死掉了 這個這個這個 充了一下好了 好 充一下充一下 哎呦 阿塔利亞 不行不行不行 掛掉了掛掉了 哇 對面也有希拉斯啊 炸下去 打針打針 刷刷刷刷刷刷 盡量都活著都活著 大家都活下去了 活下去了 水啦 水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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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組合也不錯喔 然後 喔怎麼這麼多隻 好 這是惡魔 沒有啦 這隻是惡魔 我剛蠻想要開那個 海姆達的 的那個玩笑 抱抱歉 這隻真的是惡魔 然後 那 我們要上半神囉 對不對 好 這樣子 東宏女士 好不好 東宏女士 東宏女士 東宏女士的話 隨便啦 這樣子啦 半神克之惡魔 東宏女士 俄倫加納 變超強 欸 欸 他怎麼夢想要死掉了 欸 好奇怪喔 他怎麼突然死掉了 欸 怎麼沒有人擋住老鼠 喔 讓他這樣色爽爽耶 這樣不行 好 我安之大人站在前面 喔 我直接靠東宏女士的免疫 喔 俄倫加納看來 看來很 唉唷 唉唷 東宏女士掛掉了 好沒關係 可以接受 不行不行不行 嗯 老鼠掛掉了 換位置換位置 嗯 那個屏障也是蠻麻煩的 打個針 炸下去 啊 炸下去 唉唷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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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亞爾貝德也掛掉 天啊 喔 這個對面的爆發力也是蠻強的 大家 大家是拼秒人就對了啦 大家是拼秒人就對了啦 唉唷喂呀 唉唷老鼠 死了一個希拉斯 好 沒關係沒關係 再繼續齁 剩下三關 剩下三關 死了一個希拉斯 這一關的話 哇 嗯 要用什麼呢 要上一個亡靈角色是不是 這樣咧 施克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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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制綠玉角色 衝過去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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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奇歐也衝過去了啦 艾奇歐亂 亂七八糟亂砍 啊 不行不行不行 死光光了 喔 蝴蝶好危險喔 不過這邊有海姆達爾 我也可以上亡靈的角色啊 帶萌啊之類的 炸下去了 哎呦喂啊 沒關係沒關係 死一個 死一個可以接受 死安之就不行了 還有誰有續航力 亡靈的話誰可以補 呃 帶萌 好啦 帶萌帶萌帶萌 不然就默奕進位嘛 對不對 降低對方的魔法攻擊力 蝴蝶啊這樣子 阿帶萌也可以幫大家砍一下嗎 東宏女士掛掉 沒關係沒關係 蝴蝶想幹嘛 哎呦喂啊糟糕糕糕 超級殘血啊 我是不是要上一個鳳凰了 鳳凰 欸這邊有一個惡魔 剛說我這邊就可以上一個鳳凰了 來補個血吧 嗯 哇這隻這隻 有點麻煩了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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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鳳凰死掉 沒關係 哇這個 畫面很亂畫面很亂 都是圖騰啊 欸慢一點慢一點慢一點 我有點害怕 怕怕的怕怕的 我是不是要用耐 等一下 可是Iceo也要 代萌不要 還是 這樣子 因為至少半神克之惡魔 我們讓 我們看看奧登可不可以 奧登被對面的哀滋 是不是哀滋狂暴 好像是哀滋狂暴 啊 20秒之後沒有人擋得住Iceo了啦 我覺得可能是這個原因 那要快速的把Iceo收掉 你有Iceo我也上Iceo 是嗎 大家 大家拼控場 好 好 嘿 你敢控我 我就跟你拼控場 我也一直開大招 我的奧登開大招速度也不會輸給你 炸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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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 我覺得這樣不行 等一下 這隻我留到最後面再打好了 到時候看看是不是可以堆撕 這一關的話 五個 四個綠翼加上一個 所以我要上一個耀光 我現在這一關補個血好了 耀光的話 光攻射後面 可不可以 光攻喔 應該是可以吧 來 來 好久沒有玩光攻隊了 不對喔 這個烏龜會 烏龜會彈耶 好蠻西蠻西蠻西 至少要光克滿血 來來來來 先過這一關再說 然後最後那一關我們再堆撕 沒有ICO還是麻煩喔 那就 那怎麼辦呢 那還是上ICO好了 然後 選擇克制陣營的 斯克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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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克雷格衝出去了 雅爾貝德也在對面了 沒關係沒關係 衝過去就衝過去 好 OK 剩最後一關了 剩最後一關了 沒錯了吧 我們先確認一下 因為要堆撕的話 先確定畫面上沒有其他的敵人 好 OK了 開始堆撕囉 鳳凰 好 就用剛剛這一關吧 至少先殺你個一兩隻吧 欸欸欸 糟糕 剉菜剉菜 哇 死了一個艾茲 哇 糟糕 那怎麼辦 我東侯女士也掛掉 額 盧克雷蒂亞 艾龍老鷹隊嗎 這樣子 呃 有有有 綠翼克 綠翼克亡靈 然後 這個 盧克雷蒂亞對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還是用這個安之隊打前鋒 打到最後面的話 至少我們還有東侯女士啊 劉克雷蒂亞 作為保險 哎呀 劉克雷蒂亞刷圖隊啦 刷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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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過關了過關了 這一次好麻煩 OK 好 走算過關了 36分就好 好 然後試煉詳情 我選的是這個上面大概是五個吧 12分 6分 5分 4分 然後選了一個這個 敵方英雄會爆炸5分的 然後 每上一名 這個人數最多的種族 這個我方英雄會增加 這個受到的傷害 然後兩個半神惡魔會 會狂暴 這樣子 OK 總算完成了 然後我們先給 隨便一個人裝備喔 我剛剛說 誰最適合裝備 應該像阿塔利亞這個樣子吧 他會切到敵方那邊陣容去 而且他一切過去之後呢 就會有多段的這個攻擊 所以說他疊應該是疊得蠻快的 好 然後 只要是解完之後呢 馬上就可以提升到三星喔 三星 Samsung 好 10級爆傷增幅18.3 然後這個爆擊率是10 這個樣子 OK 好 那最後面來個抽抽樂吧 7隻喔 來 抽一下 欸 哇 這個真的是有夠爛耶 這真的是 欸 這個好像是劍伊遠征 我們剛出的版本抽到的那個角色喔 呵呵 一隻新角色都沒有齁 好 然後 大概就這個樣子吧 欸 我們最後面齁 來換個 這個是應該是狂蘭多金的這個寶箱喔 好 我們就來一隻一隻抽吧 我再抽這個 呃 這個什麼 彩色的這個 佐拉斯喔 慢慢來 小號慢慢來沒有關係 欸 慢慢來 再抽 再來10個 欸 有一隻佐拉斯的齁 海藻海藻 OK 佐拉斯上紅了嗎 唉唷 上紅了齁 不過 離上彩色還差6隻 哈哈哈哈 沒關係 我們開始來抽一下吧 嗯 這個我們可以來個50抽 還有好有10抽喔 來 來 嘿 喔 羅萬 羅萬喔 羅萬慢慢來 啊 我們還有亡靈沒有看啊 真的是 剛剛玩那個 玩太久了 第一抽 然後 第二抽 欸 有了 嗯 敵賽啦 好 不錯 可能小號目前養不起 但是慢慢來 好 再來 最後一個保底囉 地種植 啊 配吉公主 好 OK 好沒關係 就慢慢來吧 我們的羅萬已經 四星啦 羅萬四星啦 然後 配吉公主 上 神話彩色啦 白色啦 彩色是那個煉火戰技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說這些亡靈的角色吧 我們點圖鑑 嗯 現在已經45分了 OK 好圖鑑的話呢 第一支 第一支是末日禁衛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特印齁 好 我們看詳情齁 這個到時候大家暫停看一下這個屬性 暗影盾 唉呦 看來末日禁衛我覺得 暗影盾強化的話 那些小兵的那個護盾也會跟著強化吧 然後 技能亡靈守護也會強化 友軍來自自立型的英雄 大部分的負面效果持續時間 呃 原先是魔法攻擊傷害 現在多了一個這個負面效果持續時間 好 末日禁衛是值得上這個 呃 值得上刻印的角色 能坦 然後再加上說還能打喔 呃 我就一直按右邊吧 這樣子 然後女妖 哇 女妖應該不會有人給他用刻印齁 不過我們還是看一下好了 靈魂加鎖攻擊力提升 靈體進一步強化 使用必殺技的時候無視生命 獲得最大提升攻擊力 好 因為他是生命值越高 那個攻擊力越高嘛 好OK 那我們就再繼續下一個 古王 古王會不會有什麼有趣的技能呢 好 然後這是古王的屬性 黃泉歸來 呃 當他復活之後呢 10秒內 欸攻擊力提升20% 不知道說這古王反上會不會吃到這個攻擊buff喔 所以可以試試看喔 給他一個30顆印 說不定古王反上變得很好反喔 因為他復活之後呢 哇 反出去的這個威力都加20% 那就有差囉 成功力會大大提升喔 死亡願重進一步強化 詛咒持續時間內 目標受到的生命恢復效果 生命恢復效果好像 好像好像影響不是很大喔 推圖你不大會 會care對方的那個生命恢復效果 好 那我們的這個萬年板凳伊莎貝拉呢 那靈魂收割 如果技能完整司法不會被打斷的話 永久 偷取目標30點爆擊 這蠻有趣的 高速勇倡再進一步強化 完整司法速度會再上升5% 嗯 這個喔 60的話需要大佬來測試 我們的奈拉 最近比較少用奈拉 奈拉基本上都是跟 都是把人家拉過來 像那個 烈火爭記許德拉一樣 好 這是奈拉的這個刻印 呃 命中之後 讓對方流血每秒受到70%攻擊力傷害 持續8秒 應該是秒數跟攻擊力都有提升了 好 散播恐懼 傳播恐懼 呃 同一個目標每10秒內最多受到5次 該效果 傳播恐懼是什麼 呃 這個 自己受到傷害 10秒中 受到4次 然後會受到5次 這個是蠻有用的 因為每次打奈拉能量就會少 所以我覺得 呃 可是奈拉不會在場上啊 除非是 對呀 因為主線地圖的話 撐不住啊 那骨弓呢 骨弓是後期上得了場的角色喔 恐嚇不足3名的時候 恐嚇 這個有差 這個有差 因為他這個一次是可以恐嚇三個人嘛 如果說不足三個人的話 暈眩時間會提升 這個很有感喔 然後怨靈化 提升任意技能的二靈時間持續7秒鐘 這個秒數提升也很有感喔 因為那個 秒數越久 常常會打斷敵人的這個動作 還會扣能量 所以說 嗯 練骨弓的話 看來提升到60 我覺得是 滿有價值的 重點是後面用的到 好 巴登也是屬於 板凳型的角色喔 銀武 只是增加攻擊力 好 跳過 技能虛實進一步想化 如果場上幻影大於4個人 本體進入不可選中狀態 就是你只能夠打他的幻影啦 不能夠打他的本體 這樣他就更能坦這樣子 好 所以說這個是巴登 幹涉 我們的忍者幹涉 作為古王反傷的輔助角色 他有需要加刻印嗎 幻影遺形 想到遺形幻影 那個 登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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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 路頂大地 這個 在後續13秒內 將交換的敵人受到了增加 這應該是這個時間增加吧 因為開場 他就會把人家換位置 然後敵人就會受到增傷效果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秒數增加 復仇執念 將在擊殺自己的敵人死亡之前 把他幹掉敵人死亡之前 他的攻擊力會一直提升 在擊殺自己 擊殺自己 所以說他的 他的那個怨靈會提升攻擊力 也不錯啊 這樣子 OK 就是干涉 希拉斯值得期待 後期都會一直上場的角色 這是他的這個增加的屬性 雙性龍技 然後每秒恢復的生命力會提升 那這個迷霧 受到傷害就會降低10% 原先有嗎 這個器物 原先沒有降低10% 好不錯 再進一步提升他的這個輔助能力 OK 那是也是值得上 畢竟希拉斯也是蠻常用到的 好我們的奧登 奧登的話應該也是蠻值得提升的 畢竟奧登在打這個控場隊 在目前後期的推圖也都用得到 黑玉之旅傷害替體提升 然後斜神之眼 每次提升18點攻擊力跟20點提速 我覺得奧登是需要的 因為這個他的斜神之眼 不斷開下去 不論是攻擊力跟極速 這樣子疊上去 應該會越來越猛 有用奧登的就知道 那板價空到尺真的是很爽快 好那依索的最近比較少用 但是我們還是看一下 這是他的屬性 蠻橫衝撞 攻擊力提升 然後超腎上限速 持續時間到10秒鐘 好像還好吧 他重點是那個暖機時間 暖機好了之後 超腎上限速是永久維持的嗎 309啊 所以在持續10秒鐘 我覺得影響不到 因為當他暖機完成的時候 根本就是打不死的蟑螂 然後這是骨鞭 骨鞭 屬性是這個樣子 致命切割 然後傷害率提升 回收 回復生命值提升 50%最大生命值 好像不怎麼樣 這是目前看到 完全覺得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差別的這個 這個刻印功能 多補一點血 好 所以我覺得骨鞭 應該是我目前看到的 這個刻印最不需要的 應該說是最不吸引人的 那帶蒙呢 帶蒙在後期也是用得到的 跟這個東猴末日亡靈隊 亡靈夥伴 他後面那隻亡靈 會進一步強化 三段傷害會提升 也不錯啊 死靈禁衛 死靈禁術 抱歉 然後會對敵人 額外造成自身貨盾值10%的傷害 應該也是不錯吧 三倍的攻擊力 我們的帶蒙本來就很能打了 好 所以帶蒙也是值得上刻印的 喔 小公主特羅文 用在比較偏競技場 團隊也用得到 埃茲4 攻擊力提升 然後這個是掉割吧 然後這個 生效期間為 改為特羅文受到任何超過 當前生命值8%的傷害 就是更容易觸發吧 應該是這個樣子吧 這個作用是什麼 欸不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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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說超出的部分會降低傷 喔 那這樣特羅文就應該是更能打 有些是18變成8% 好 然後迪賽拉 迪賽拉後期也是 在競技場推圖都可以看得到 泡沫屏障 進一步強化 這個恢復生命值提升 然後技能 這個潛逆障物 恢復生命值提升 就是 就是會恢復生命值提升 所以我覺得還好吧 OK 喔唷 這聲音突然突然把我嚇到 好來看一下船長 我們的船長 欸船長是這個樣子 欸呦洞察增加很多 海盜 海盜升旗進一步強化 攻擊力提升 甲板死鬥 無視格鬥時間長短 總是能造成目標20% 欸總是能造成目標20%最大生命值的傷害 這個有綁他的那個 還是有綁他的這個攻擊力5倍 好 那就繼續吧 沒有了齁 好那這個就是以上1.74版的這個 算是簡單大概看了一些 應該是該看的都看了吧 只是這個我是無刻 所以看不到齁 優化了扭曲夢境層級 現在在除了極遇夢境之外的最高 也看得到極遇 蛤 除了極遇夢境之外的最高層夢境中 可以看到極遇夢境的當 當期的許路條件 喔 原先不在極遇夢境的人 你看不到條件嗎 極遇夢境的條件應該就是 看 看這個地方吧 這邊啊這邊啊在這個地方 抱歉在這裡 是這個意思嗎 先鋒扶目前進入極遇夢境的 供 需求共鳴水晶366級 需求共鳴水晶上限為400級 那這個你每擁有一個神話的角色就會加5級 包含虛空萊克共鳴也算 所以大概是這個樣子 是這個東西嗎 好 不是沒有說很確定喔 好那影片就到這邊了 55分鐘 那就謝謝大家觀看 然後我是阿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